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展示这与熊跟那是杨洪曼斯近年来的一语神奇赛将 不仅成绩非常突出,而且他的语色也非常特别 他的名字叫洪哈利 His results are amazing 洪哈利赢得了2022年比利时长距离世界最佳赛将冠军 可以看到他这都是比利时的全国大赛 Brave全国老哥组和一岁哥组12000人的亚军 利蒙池全国赛第六名 波智全国赛了23名 亚金顿全国赛了32名 亚金顿全国赛的36名 查特鲁全国的45名 No doubles,没有重复成绩 所以看到波智是中距离赛事 而Brave和利蒙汁是长距离赛事 所以洪哈利从中距离到长距离都非常轻松地驾驭 真的是非常传奇的超级赛将 而且他的血统也非常特别 而且第二点呢就是血统非常的突出 因为他的祖父是漂亮哈利 祖母是伯蒂 伯蒂是南非太阳城有史以来最传奇的羽赛将 所以他的爸爸呢也是他的招牌名歌 新哈利的同父异母半兄弟 新哈利呢目前也是杨洪曼斯的头号总工 他的妈妈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他在过去几年一直去南非太阳城 去上手看南非太阳城决赛的高位入赏歌 2018年他去上手南非太阳城决赛的 入赏的前20名鸽子 然后这个南非太阳城决赛第10名 不是我喜欢的羽色 酱色红色鸽子杨洪曼斯不喜欢 但是刚比赛的第二天 他上手那只鸽子太完美了 肌肉非常好的状态 这个品质他改变了自己对羽色的偏见 所以他引进了南非太阳城 18年决赛的第10名 就是洪哈利的母亲 而且这也是他的第一语 红色鸽子 这语红色鸽子和哈利家族混血 做出来了这语超级的战将 起名叫洪哈利 You can see how we use Yahman先生让我来上手 那洪哈利是一个中等 稍偏大的熊哥 拿到手上非常饱满 有力量感 很强壮的一语熊哥 毛质呢 毛稍微厚一点 但是丝滑度 毛片 毛质是很好的 毛稍厚 NL2020-160-8610 洪哈利是一语非常强壮 且有活力的熊哥 可以看到 很有活力 有一双非常饱满浓郁的油黄眼 绑壁厚度中等 很轻松地拉开翅膀 翅膀的柔韧性很好 主条宽 富宇稍长 如与泡风良好 后三根出于同一水平面 宽绑条 所以洪哈利整个的耐性 是非常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另一边翅膀 洪哈利的腰部非常强壮有力 一字尾下压 中等偏大的脊型 腔起中等稍高 肌肉 饱满 弹性家 肉质细腻 饱满 有活力 Q弹 它的肌肉是那种Q弹的肌肉 龙骨 前置 粗壮 长度适中 龙骨和尺骨的间距 中等 尺骨 强壮 粗壮 紧闭 洪哈利的平衡感 非常好 现在他已经进入了总歌舍 已经做了良余 在赛场上 已经非常的抢眼了 他将会开启 洪哈利的王朝 I think he's one of my favorites for sure 杨洪曼斯说 毫无质疑 洪哈利是他最爱的总歌之一 So this is a combination about Harry line and the best in the world of one of races 他也说了 因为他是一个哈利 和世界上最顶级的 宫棚讲歌博地 一个混血的产物 And also in the biggest competition of Belgium bigest competition of the world also the best pigeon So I think he has it all to be the best 而且呢 他在比利时 最权威 最大的赛场上 赢得如此好的成绩 所以他认为 这将会成为 最有名的格子之一 最顶尖的名格之一 OK 我们拭目以待 洪哈利王朝的开启 我们来欣赏一下 他的学童表 今天我们给大家展示的 这羽熊 我们跟他是杨洪曼斯 非常特别的一语熊哥 他是漂亮哈利 配伯迪的最佳代表 一种侄子之一 他也是红哈利的爸爸 8年前杨洪曼斯 非常专注于宫棚赛事 当时亲舍的时候 有一只鸽子名叫 伯迪的他是南非诞产 有史以来公鹏赛里面 最超级的语语赛将 那一年 我还想购买 Birdie 去跟哈利 对 所以我们分享了 同样的想法 当时我也想买 Birdie和哈利合作 然后没想到杨洪曼 自己把Birdie买到了 配上了哈利前行 对吗 对 当时我买Birdie 当时她已经年轻了 因为她非常漂亮 而且她非常好的游戏 当时因为她买到了 Birdie的时候 已经年是很高 大概7岁 好像是8岁 这个样子了 当时她把这个母个子买 太漂亮了 她就配上了 她的超级总工 然后Birdie和哈利 是非常成功的 然后Birdie和美丽 哈利是非常成功的 就是这个 因为Birdie主要配上了 哈利 新哈利和漂亮哈利 这三语熊哥 而且他们的后代 都非常的成功 这就是Birdie配上了 漂亮哈利 最代表的一语 超级赛将 也是未来的明星 红哈利的爸爸 所以他真的从三语 是第一个 因为他带了 红哈利 和一万亿女孩 因为他配上这一个 百万美元女郎 做出来的红哈利 他的狱种是非常的突出和显赫的 伯蒂哈利 伯蒂哈利三百号 也是世界名歌 新哈利 同父异母的伴兄弟 Sky Just Enjoy And See How Beautiful 他现在让我看看 这个鱼个子有多漂亮 这只 哈利伯蒂三百号上手 是一个中等体型的熊哥 钢筋铁骨 骨甲非常的刚硬 紧凑 整齐 非常漂亮 规矩的鱼熊哥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 来展示一下细节 NL2017 1410300 漂亮且有活力的鱼熊哥 紫砂眼 眼纱层次分明 通透性极好 通孔小且收缩明显 眼智非常的宽厚 极为高级的玉种眼睛 绑壁厚实有力 翅膀稍微有一点点紧 绑条非常漂亮 宽 且长 主腹连接紧密 比例恰当 很漂亮的翅膀 我们干下另一边翅膀 如意破风良好 主轴非常粗壮 腰部力量饱满 强壮 一嘴 扔起中等体型 非常紧凑的鱼熊哥 腔体中等偏高 肌肉Q弹 肌肉量中等 这条龙骨非常的有特点 很硬 钢筋铁骨 长且刚硬 龙骨和齿骨之间 衔接非常紧密 齿骨 强壮 粗壮 紧闭 平衡感极强 这些鸭 你一定会听到很多 在《Wand of Races》 他说 我很确定 这只鸭子 伯利哈利300号 一定会捷报频传 在公棚赛事上的面 因为他的妈妈 是伯利 也是有史以来 南风太阳城最好的 公棚的赛教 所以他也一定会把这个鸭子 定向培育到公棚赛事上 红哈利呢 他的后代一定会在公棚赛事上面 会有非常突出的流行 相信他 这只鸭子的后代 一定会听到很多 关于他公棚赛事的 好消息和好成绩的 我们来欣赏一下 他的学童表 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展示 这一群 那是2023年 杨洪曼斯在比利时 赢得了莱邦纳全国赛的 总冠军 飞行空距 842公里 在一周后 他赢得了苏亚克全国赛的 13名 而且空距长达 753公里 他的爸爸是一群 超级的赛将 名叫匹特 赢得过18年 NPO当日归 长距离全国赛的第10名 他的妈妈是迪安哈利的全妹 赢得过速度赛 一万多余的冠军 所以说 纵观他的学童表 等于说是年轻闪电号 佩迪克茨的 一个近亲回选 他的爸爸是年轻闪电号 佩迪克茨的外孙 母亲这边是哈利 和阿丽西亚的外孙女 所以说 他保留这个品系之外 他外加了希勒兄弟的品系 赫尼诱号 赫尔曼的品系 年轻迪安 作为他的这只鸽子的外祖父 这也是为什么 他直接把这只鸽子 直接移入到了总歌手 这个熊哥呢 以他鸽水精底 格莱格瑞的名字 秘密 所以他叫格莱格瑞 他现在让我来看一下 中等体型 各个方面的条件来说 都是不错 但是手感很普通 我们来欣赏一下 这与熊哥的细节 NN2022 855 9090 很聪慧的与熊哥 其貌不扬 但是他赢得了全国赛的冠军 淡淘沙眼 眼纱通透干净 通孔小 收放有力 眼智非常宽厚有力 极为高级的一种眼睛 膀壁偏薄 翅膀的揉韧性很好 膀条非常的宽 主轴非常的粗壮有力 后方良好 我们看一下另一边翅膀 现在换雨季 膀条不是非常漂亮 中等稍短的体型 腰部饱满 有力 一嘴下压 尾巴较短 腔体 中等稍高 龙骨 非常粗壮 有力强壮 肌肉量适中 Q弹 龙骨和尺骨之间间隙 很小 尺骨 强壮 紧闭 平衡感极佳 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但是整体的感觉非常一般 他的鸽子的底子品系 曾祖父这一代 基本都是年轻闪家号 迪克茨还有哈利的品系 所以他相信进入种鸽室后 这语熊鸽会给他带来 新一代的辉煌和超级成绩 我们来欣赏一下 他的学童表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给大家展示 这语熊鸽是杨洪曼斯 黄金学系列一语 全国冠军 叫希尔维 赢得过 恩匹扎特敦全国赛的冠军 这语熊鸽是一语超级的战将 两次全国赛的冠军 这个配队非常的特别和震撼 他的妈妈是费尔特阿让全国赛冠军 配格罗里比亚 KBDB长距离各王亚军的儿子 配上阿里西亚直接的一个女儿 非常震撼的学童 所以他的祖父母 曾祖父母和外祖母 都是世界级的超级战将 而且他非常漂亮 他非常像艾斯米 非常漂亮 我说这只鸽子很像艾斯米 他是一个哈利和艾斯米的一个城 他真的很有祖母艾斯米的味道 这也是世界名格爱尔辛加 他们合作一种哈利路亚的 这一个家族 因为哈利路亚 比如说他的叔叔 也做出来了一支超级名格 叫艾斯米王子 两次NPO全国赛冠军 这个配队也太震撼了 这才是真正哈利的黄金组合 哈利派斯米 全世界只有五支 两支都是世界级的总共 做出来了NPO全国赛的冠军 非常的特别 他的妈妈已经去世了 17年的此刻 但是已经死掉了 这也就是世界知名震撼级的配队 哈利佩艾斯米的代表之孙 希尔维 除此之外还赢得了查德鲁 8000多宇的第五名 威尔松2363宇的第六名 还有威尔森NPO4388宇的20名 所以他在21年赢得了NPO 当日归长距离全国格王的12名 让我来看一下这个熊哥 中等体型 骨架硬 但是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柔美 因为他的祖母 让我回想到了他的祖母 艾斯米 我们来细节展示一下这个熊哥吧 NL20191022619 非常聪慧的玉雄哥 希尔维 眼睛呢因为打架 稍微说过伤 现在已经好了 紫砂眼 眼砂通透干净 通孔收缩明显 眼质宽且厚 非常像祖母艾斯米的眼睛 绑臂稍薄 翅膀柔韧性非常好 主腹分明 绑面较大 如雨宽厚 主肘非常粗壮 但是破风不是非常好 腰部饱满有力 尾巴微微上翘 小火尾 中等体型 腔体中等 稍偏高 肌肉 柔软 细腻 Q弹 龙骨 非常粗壮 长度 适中 龙骨和尺骨之间的间距非常小 尺骨 强壮 紧闭 平衡感极好 Either Harp 这鸚鸚最特别之处是 Either Harp 他有非常柔软 很柔软 非常柔轻 and it's a very smart pigeon 这是鸚非常聪明的 非常聪明 非常聪明 You will hear from him 你将会听到这只鸚子的后代超级发挥的信息 我们来欣赏一下它的学童表